再说这是一个令很多歌迷感到非常震惊的消息 然而姚贝娜离世之前以及离世之后 新闻媒体报道过程当中所采用的方式 却使姚贝娜离世这个事件进一步推向了舆论的宣伐当中 就在姚贝娜在深圳医院治疗乳腺癌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她离世前几天 大量的新闻媒体的记者带着长枪短炮聚集到医院里面 因为里面可能有人有去过三王那个病房办 这地方很想 而你们也知道挨着旁边的手术室有很多家属 这样就是你们大家就是我们一定拜托大家 就在最后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网友对这样的行为感到吃冷感到心寒 他们认为这些记者在这里说是报道新闻 其实是每个人都在等待姚贝娜死亡 甚至不排除有的记者搞得都写好了 就等着姚贝娜死的消息出现 一眼回车见就完成了抢发独家新闻的任务 所以有人用这件事情质疑媒体记者的新闻道德何在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无可厚非 因为公众人物他的活动和死亡 在一定程度来讲跟普通老百姓比 他要让渡一部分隐私 那么新闻媒体报道公众人物的生老病死 这也是新闻媒体的职责之一 明镜 вопрос